杀人 听见声音 千万不要回头 十万秦天真 这个被卡了头的男人叫柳天素 是一名远近文明的医生 十里八村的人生了病都来找他 人称活菩萨 不料这一天有个人快马加鞭的来找他 此人乃是远近文明的柜子手赵朽 这次来找柳天素是因为 县太爷的四义太生了病 请了无数医生都没治好 于是就来请百姓口中的活菩萨柳天素去问诊 柳天素收拾好问诊的工具 就来到了县衙 诊断出四义太是神经出了问题 才会一直说胡话 不过问题不大 只要真酒配合药汤 七天包好 另一边丫鬟却找到师爷 把柳天素的诊断结果告诉了他 还说七天就能治好四义太 师爷一听恋露难色 只因他与四义太存在不正当的关系 真酒结束后 柜子手赵雄一脸难色的找到柳天素 原来是赵雄看柳天素医术高超 就想请他帮自己的小儿子看病 柳天素连忙询论定情症状 赵雄说他小儿子的头总是搭歪着抬不起来 他总是担心是自己刀下的亡魂 缠着自己儿子 柳天素一听 连忙要他把儿子带过来诊治 但赵雄说 县衙不是所有人都能来的 可县太爷却命令柳天素 日夜赵看四义太不得离开 柳天素思索了一番 还是答应去赵雄家帮他儿子看病 殊不知就是这一举动 为自己招惹了灾难 柳天素只是上手看了一下 就找到了病根 说喝几副药配合真酒就能完全治好 赵雄一听连忙掏钱 感谢柳天素的大恩大德 可柳天素却觉得赵雄很是豪爽 他并不在乎 金钱只想和赵雄交个朋友 就在柳天素赶回府衙之时 却被一群衙役捉了起来 然后直接被送进大牢 小孩从小就低着头 从未看过天空 不料神医出手 他终于能好好看看天空了 就在神医柳天素回府衙 去看四义太时 却被衙役关进大牢 小孩的父亲赵雄 连忙去府衙打听消息 不料县太爷 受到四义太去世的打击疯了 整个府衙县已经全被师爷所掌控 师爷还告诉赵雄 明天一早就送柳天素上路 赵雄把这个消息告诉柳天素 柳天素自己已经认了命 但一想到家里的妻儿 和年事已高的老母亲 不由地流下了眼泪 赵雄不知如何才能报答柳天素的大恩大德 便想到了血顿大法 血顿大法通俗来讲就是 让死人的鬼魂再回家七天七夜 七天之后 必魂飞魄散 第二天行刑之时 柳天素听了赵雄的话 并一一照做 最后手起刀落 柳天素的魂魄成功地回到了家 正在拜佛的妻子 听见敲门声 以为是丈夫回家的她 连往去开门 但柳天素却害怕 屋内的佛像不敢进门 只好谎称 自己身上脏从后门进 柳天素的母亲为了犒劳儿子 准备了一大桌子热菜 不料儿子只是看了一眼 转身就走 一口也没碰 妻子觉得很奇怪 丈夫一回来 晚上也不睡觉 一直在写艺术 第二天阳光正好 丈夫却像是在躲着阳光似的 吃饭也是只吃凉了食物 妻子看了这样的丈夫 忽然想起之前母亲说的鬼的习性 吃冷时不睡觉怕阳光 每一条都和丈夫对应上了 妻子认为 丈夫可能变成了鬼 第三天 儿子一直哭 丈夫却只是坐在床上一动不动 他连忙抱起孩子 埋怨起丈夫 被城里迷花了眼 他宁愿认为丈夫是外面有人 也不愿相信 丈夫变成了鬼 柳天素听到妻子的埋怨 不由地流下了泪水 他让妻子摸摸他的脖子 妻子被冰得直接连忙站起 柳天素把前因后果告诉了妻子 但妻子还是固执地认为 丈夫在骗他 眼见妻子还是不信 柳天素只好解开围巾 露出斩首时那道线 妻子不得不接受丈夫已经死去的事实 悲痛欲绝地跪在丈夫前面 另一遍 一个牙医告诉师爷 有人在清田镇见到柳天素了 师爷大惊 心虚的他认为 是柳天素鬼魂来所命来了 原来当时师爷为了防止 四一太将自己和他的关系说出来 就趁柳天素出去的那段时间 将四一太杀害 并嫁祸给了柳天素 听说此事的他 连忙让手下去找道士 到清田镇收了柳天素的鬼魂 与此同时 赵雄听说师爷收魂的是 连忙来到恩人家里 可妻子一见到赵雄 就立马给赵雄跪地磕头 感谢他把丈夫送了回来 男人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不停写着医书 可他终究还是虚弱到 连笔都拿不了了 原来男人之前被砍了头 靠着赵雄的血顿大法 魂魄回到了家中 他告诉妻子来龙去脉 并交代自己的身后事 然后就一直在编写传承医书 就在这时赵雄听说 师爷请来到是 前来收走男人的鬼魂 赵雄连忙把这件事告诉了妻子 妻子和赵雄一起请求柳天素赶快走 但柳天素还是放不下 他那没写完的医书 不肯走 就在妻子苦苦哀求下 他终于写完那本医书 并让妻子送自己走 就在这时镇上 都在传省府的专员大人来了 殊不知省府专员就站在这条街上 突然专员看到一个 扛着竹竿的姑娘很是奇怪 便跟了上去 不料竟来到了柳家门口 下人去敲门 柳天素母亲听见声音打开门 省府专员当时就表明了身份 母亲下得跑去和妻子说 大官来我们家了 妻子听到母亲说的话 连忙跑去门口磕头伸冤 几人来到屋内 省府大人听两人说明来龙去脉 感到不可置信 于是让赵雄带他去见柳天素的鬼魂 殊不知此时师爷请来的道士 正在快马加鞭 赵雄也想到了这件事 当即提议让柳天素提前化魂为雪 要不等道士来到 柳天素就不得超声了 妻子只好忍着悲痛 听从赵雄的指示 随着妻子一声声悲痛的叫喊 柳天素最终化作了一滩血水 亲眼见到这一幕的省府大人 决定要替柳天素申冤 这次师爷被压到砍头的地方 他一点也不害怕 因为有人告诉他已经收买了赵雄 但赵雄给他施展了错误的血顿大法 胸前抹上生猪血而不是生人血 这一次只差那结果可是天差地别 动物里面 继续